Hello,大家好,我是雨风,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视频 那么今天咱们这一期Bruce Lee将要迎战的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来自加拿大的挑战者 绿毛哥 这个是一个绿发的肌肉猛汉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肌肉 非常发达 那么这边我们的过渡裁办也是经典的来劲 哎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发的黑哥 整个人都是一种反差感 绿色的头发,白色的手套,黑色的皮肤 反差感极大的一名选手 也是今天来挑战我们龙哥的一位新的选手 我们这边我们的主持人 介绍到了咱们的事件 到了, it's time 那么今天 我们又可以目睹一场精彩的比赛了 非常期待啊 我们的Bruce Lee 李小龙 后面是他的徒弟 哎呀,今天也是 观众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啊 现场的欢呼声就可以说明 我们李小龙的人气 有这么的高了 非常的高啊 然后另外一边是这个来自加拿大的鸡肉猛男 Belak 马博啊 今天是远道而来挑战李小龙啊 绿毛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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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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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个手腿 这边双方都很矜持啊,都在慢慢的等 用个扫腿,扫不动 太硬了,这个猛汉 这边一只踢腿,用个防住 想来一只吸顶,被退回去了 哇 这是怎么回事 瞬间龙哥就倒了 这一下,可能是打到了太阳穴 还是什么 这个结束点太快了,我们看一下 啊,这里是达到了,达到了紧追 应该是 打打晕了一下啊 哎呦,龙哥这个身体啊 确实是 最近打拳打太多了 没有好好的休息 今天是 输掉了一场比赛啊,很可惜 被这个加拿大的拳王 拿下了这场比赛胜利 但是,我相信龙哥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视频也到此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啊,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